中間看 看這裡 這裡蠻好的 就是我們拍夜戲的時候 青蛙叫得太大聲 我們導演還要派兩個 我們的場務去打 趕青蛙這樣 所以拍起來感覺還蠻有趣的 沒有問題 到香港還有其他的事 你覺得這一次我覺得是一個 新的景色 因為在北新開這個時候 我也說這一次我不是蠻好的 但是這一次我覺得日本裏面有很多 很深深入的部份 願意集會去領域 所以我也願意去嘗試 他讓導演 現在是一個非常有幾千分的 而且他是一個很有期待 所以我就在跟他一起 雖然有一個在努力的 在寫下去 但是慢慢的那個過程 從去見證的過程 會越來越 我覺得自我感覺越來越 在北新的那個部分 就很放鬆 因為他有很多的那個表情跟動作 所以導演要求的那個 不是在表情跟動作 可能在一個一個一個不是很奇 但周圍的人的詞感 把你的這個人心都吸進來 都會有一些根酸的感覺 但是就很難 在這個戲講 是一個合約情緣 反正在你家是一個合約 合約情緣 合約情緣 我不知道在生活中 你對這種合約情緣 對這種 對這種 就是這種狀態的 其實我沒有想到 生活當中了 因為我覺得戲裡面 他就是一句 他可能有緣於生活 這些原因 但他肯定是 以生活要造出來很多的一些 一些誇張的部分 那其實對於合約情緣 在這個戲裡面的感覺 所以對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 因為有合約戰 那要有一些合約精神 但是他只可能把這個 當成一種工作 因為有了這個工作以後 他又會有很多的錢 可以去還債 他可能最大的目的是 我要把這個錢拿到 我要做得更好一點 不要把這個錢還回去 不要比我 跟媽媽有那麼大的壓力 對 然後到他慢慢的 開始進行這個合約部分 進行到中間的時候 可能就 真的跟約情緣 發生了一些非常 看似很浪漫 但是又很 思哨不得的一些故事 然後約情緣 也慢慢覺得 他不是一個非常愛情的女孩子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的演技的問題裡面 也就是最多的 因為我不會演她 不是因為我平常比較嚴肅 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在國內 其實 有一個比較天生的不勝 因為 因為 學習的環境 工作的環境 就讓大家感覺起來 沒有什麼特別天性的情況 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 怎麼講 思想上面沒有很多 因為有很多的限制在裡面 所以我自己都覺得 我演戲的問題 如果你要讓我去整個 悲劇跟喜劇 所以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覺得 在演戲的部分裡面 我持續不能入 所以我想 原來演戲 其實讓自己的感情比較好 那主要是跟那個 楊花老師 學的表演 還是跟小學 跟導演學的表演 跟導演學的表演 對 因為她自己本身 就是一個演員 而且她本身 也是一個很有質感 她自己的那個 其實這個標準 非常的有意思 可能一句話 我說起來 不覺得好笑 但她說起來很好笑 這就是 你不要問她為什麼 為什麼妳做那麼好笑 我不是說 跟你做的一模一樣 你都不覺得那樣 可能是 節奏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她 她在裡面 會要求很多演戲 節奏 是跟我平常演戲 節奏不一樣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要做的 嗯 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我覺得從本天開始 不是很順 不是很順 那個有就是故意 然後你知道 慢慢地 跟所有的工作人員 跟演員的這個關係 慢慢地 然後 你做重錄了以後 跟那個 自己的感覺 導演要求 你慢慢地 領導了以後 你都會覺得 是怎樣 剛才 吳思遠說 這部件就是 為女孩認識 情侶多人 其實這個 最早 他們在英文後 一點就知道 但是 因為基本 一直有 然後 然後 那個時候 也有 男人也有 一程 那時候 那時候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 互相裡這個環境 對你 認量 對付感情的 那個 有什麼幫助嗎 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 對氣裡面的感覺 幫助 不是特別大 但是因為 平常的人 就生活在城市 然後你來到一個 新的環境 你看到這個地方 你必須在一行 所以就沒辦法 但總的來說 還是比較 親近的一個環境 所以 可以專心創作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